严镇社区长年以来一直很关注社区内长辈的身体健康 除了每天供应营养午餐外 对于四肢及脑部的运动也相当的重视 这一次社区特别邀请指导老师来教导长辈们制作桌游 同时也教导他们如何与其他人一起进行游戏 指导老师在拥有蔬菜水果的纸上 发给名位长辈 给你指导他们如何上升 这场课程桌游的制作与游戏 严镇社区为让社区长辈不仅能活动手部的小肌肉 同时也能够动脑思考 特别邀请制作桌游的老师来指导社区长辈制作桌游图卡 并利用图卡来进行游戏 指导老师陈美环表示 外面手帆受桌游比较指示 不适合长辈们使用 而这是我们所制作的桌游 叫做记忆繁繁热 与蔬菜水果最为连结 让长辈透过记忆找出相同的图形 我们这个自制桌游最主要 因为外面在买的桌游 大部分都是比较自私化 所以不是非常适合每一位长辈 然后我们这个自制的 今天我采用的叫做记忆繁繁热 就是把他们生活的连结 以前我们都是农作 他们对蔬菜水果会比较有印象 所以用这样让他们先把这个记忆力连结上来 然后我们再来玩桌游的游戏 然后桌游除了促进他肌肉的发展 还有他记忆力的连结 还有他就是会去记住那个位置 然后把他比较不会延缓他的失能失智 这是我们比较想要达到的目的 有趣又好玩 然后跟他们生活也比较接近 所以这是我们比较 希望能带给长辈有收获的地方 社区理事长广美秀就表示 未来丰富社区课程 这是特别设计桌游的制作 让长辈们能够首脑并用 延缓失智 这次据点 因为其实已经迈入第六年了 那因为每天的课程 一到五的课程都 我们都要有点变化 静态动态都要有 那今天老师这个课程是桌游 那也是要利用大家的手脑并用 然后对色彩 色彩也要有分辨 所以我是希望说 每一次的课程让他们都有收获 那脑筋可能就比较不会 退化的那么快 长辈们对这场课都表示 非常有兴趣 尤其对脑部记忆力的延续 又有相当大的帮助 而且还能够延缓老人池灯 我们今天为这个堂 就是要让我们头脑更冷卧 我们做小孩有生这个 有说红的飘 这样加红红的拐下去 扑过这样 这样就算贏了 这对老人的头脑会非常过去 会更冷卧 因为我们要记得算这一粒那一粒都要同 这要一堆嘛 一堆才算一堂才会用手脑 我们要靠记住 这样对头脑就有帮助 今天这个区会让我们这老会促进头脑的发育 那种快的老人痴呆 现在头脑给他应用一下 手也应用一下 脑也应用一下 色彩也应用一下 这样对老人家很好 这堂课不仅能够让长辈们学习绘画技巧 在游戏中也能训练他们的记忆力 引起让长辈们很感兴趣 理事长管门秀也表示 这次的长辈小时候 大部分都没有读书 对绘画有些感觉 但是在老师的引导下 完成作品后都感到很有成就感 而且透过游戏 也能够让他们心情更稳愉悦 记者陈云志卓三采访报导